黑色泥巴水不斷从人孔盖底下冒出来 路边开始积水 在滴洼处变成小型瀑布 靠近一看水的颜色不只混浊 还带有一股浓浓的恶臭味 很臭啊 很臭啊 门关起来里面也有臭味 气都放进来 臭非常臭 想说是不是污水破掉还是什么 然后可能会出来 是 因为我们坐在这边就闻到味道 整个下午都笼罩在臭味当中 让附近居民都说 快要受不了 地点就在花莲自强路和庄近路上 上个月三十一后下午三点多 强降雨灌入地下污水管线 混浊的污水冲出路面 眼看马路上水越淹越多 交警赶紧在四周放置三角锥 提醒车辆经过时放慢速度 其实花莲地区上个月连续二十几天 都是高温无雨 好不容易下雨稍稍降温 却因为大量雨水影响污水工程 排水孔都还可见当时大雨夹带上来的泥沙 我们在智强路这个下侧 越到六到七公尺部分 有一个主要的污水干管 它的排放的方向是往中山路的方向排 那部分现在有一个 主要干管有部分的管线损坏 所以我们在国富二街口 跟智强路口部分 正在进行一个改管工程 那这个改管工程最迟 预计在这个八月十五号就可以完成 由于污水到工程尚未完工 只要天气许可 基本上可以如期完成 目前受到低压带影响 大气环境不稳定 整天都有机会发生零星短阵震雨 尤其明后两天降雨最明显 主要集中在南台湾 周四之后水汽逐渐远离 全台各地转为晴朗 现在只希望相关单位加紧赶工 否则这难闻的气味 真的让附近民众有点难受 TVBS新闻高中黄静芬花脸报导 请支持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 全新YouTube频道TVBS国际Plus 霍大视野掌握趋势 邀请您订阅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